都说每逢佳节被撕清 从湖南嫁过来台湾的解面花 到市场摆摊卖红豆饼受到排挤 心情很低落 一到过年更是想家想到心酸酸 后来朋友建议他们 干脆做家乡的手工腊肉吧 也能够排解一下思乡之情 就这样红豆饼摊的隐藏版腊肉 在市场打出了名号 发热如果要好吃的话 就是要腌得好 还要有阳光晒得好 风吹得好 然后呢 你就是火后要掌控得好 对墨 趁着刚松走雨神的几天空档 湖顶上阳光终于有机会 撒进腊肉的晒架间 如果依阿团所说的 成就一条完美腊肉 既要天时地利又要人和 那么还真有一半以上条件 都不是姐妹俩可以决定的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熏的时候 要特别地小心 因为火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你如果太大 你就烧黑黑的烧黑了 你每天都要去给它翻一翻 如果你看炉子都在中间 你如果火太大 你就把它腊的熏的烧掉了 烟熏腊肉用的是木屑 只取香烟不许明火 所以就算火苗 只有豆苗般丁点大 都有可能把今年冬天的新鲜 烧个金光 阿团和大姐来自湖南 腊肉腊鸭腊鱼 从腌制晾晒到烟熏 都是从小就跟在爸爸脚边 帮着做到精通的 这个是猪头皮 拿个小盆子给我 这个是猪头皮 这个怎么不戴手套啊 戴手套的话 你可能摸到这一块 你摸不到中间 包含盐漬抹粗盐时 掌中指尖被刮满伤痕 却不能戴上手套 网伤狗拼命撒盐 是湖南妈妈们做腊肉 习以为常的痛 把这个盐巴能伤害 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吃到盐 我们手都会被灯笼刺刺 这样的鱼啊 对不对 鱼都有刺 我们要去手要去翻 要去直接翻啊 翻啊 翻完以后手都会被割到 比起腊肉 腊鸭和腊鱼 光是腌制就更有难度 鸭子对捧 细节是肉里缝里 即便伸到骨子里再油围 都要送进盐巴 图个仔细 否则还不到下一关 就会换来腐臭 而草鱼肉是细腻 盐熏要拉长时间到六七天 船杂在五花鸭肉间 挂钩下 骨后就更得留意 稍微那个火要加大了 那就会都没有用了 它整个它的肉啊 它就凝固不在一块 你一切下去就散掉了 所以说鱼就是熏的时候最难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熏鱼 那鱼的话要很注意啦 比如说我们肉 可以三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散去一次 但是鱼的话 你就是一个小时要散去 老公 你拌了拌东西下来 多说盐总是最甜然的防补品 盐好的腊肉抓紧日头饱满 吊上屋顶日晒 几足昼夜交替的凡利 再藏那几位海岛风土 映然木屑一熏 往往就要上一个礼拜 期间君坦虾的等待 便向夫妻蛋那一般 朝朝暮暮细细守护 就盼心生命破壳而出 等到烟熏熟成在挂晒时 为了防范苍蝇大军突袭 小宝贝们还有金钟罩防护呢 那时候一定在浓地 对 用一个大棚蔬菜 我就给它煮一条 它旁边后面那边有人种菜 结果我们不知道 就也是那时候没有价值 对嘛 就因为用竹子 挂挂挂挂 我们在那看没有看到有蚊子 结果我们后来两三天去看 好 每根肉都会长虫 自此为了求宝贝腊肉 顺遂长成 她学起孟母三千 从田野搬进宅院 最后搬上屋顶 必要时腊肉还得睡进帐篷里 因为在那边就怕到了 吓到了 所以说已经想很久 我姐的家她就说 买了这个太小了 吃得不行 正好想一想 这可以给腊肉照 像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我们去外婆家 去婆婆去厨师家什么的 每一家都有猪耳朵 然后猪头皮 然后那个猪不是有猪心吗 我们都是用熏的 熏好以后还有猪肝 对于两个六年级湖南姐妹 过年的团圆味 是家家户户时起了一动后 就熏好晒饱的肉条 片成块切了蒜苗 先编辣椒 大火炒香的蒜苗腊肉 或者汆烫后 跟着萝卜爆汤 煮到绵烂有味 在这还可以 和进辣椒粉豆食 下油炒香 最后夹着腊肉 一起放进蒸笼 盘盘弯弯 竟是香稠 姜丝炒腊鸭 因为我们那边冷得比较少 就是天气又比较暖 它做得会时间长 等到过年的时候 那腊肉就饭了一段时间了 饭了一段时间 它的腊肉就越来越好吃 阿屯还记得 小时候家里经济其实不富裕 从前人家养一批猪 年前熏成腊肉 就足以吃一整年头 那时辣香是散布在日常里的频繁 长大后跟姐姐先后 嫁到台湾才渐渐发现 棉墨做腊肉 原来是何等抚慰香愁的滋味 尤其自己十多年前 刚跟先生结婚 两夫妻工作并不顺利 也因为自己是外籍新娘 被老一辈贴了标签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不等于好像有点 因为我爱粉 不相信啊 不相信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说会不会就是说 拿着钱跑回家去呢 我们又不喜欢跟人家说太多 我们那边个性就是 我说多了 别人也不会给我 我就自己苦做嘛 谢谢 谢谢 感谢 真材实力 感谢你们 说不介意一家人的眼光是骗人的 起码阿团很有志气 还没上市场做生意前 她其实带过连锁式的美容机构 但也受尽职场霸凌 就是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怎样子说话还很呛 我就心里就想我还没受过 真的没受过这种气 说真心话 真的半夜 从被窝里哭起来真的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所以就说我真的是受到委屈了 受到这个是真的受到委屈了 小姐 你要什么 四个奶油 四个奶油 好 路不转人转 后来夫妻两个同心转工市场 卖过中国服饰 汤包 甘蔗汁 前几次也因为流浪摆摊 十年来就跟着搬家搬了八九次 自己做老板的市场人生 一刚开始没有因此一帆风炫 她倒是一遍又一遍 从被侵蚀被欺凌里生出坚强 还有时候我们有固定的位置嘛 有些人就会欺负你啊 就是说你过去一点 你不能摆到这边来 明明这个位置就我租的 我画的 画位置就是这么宽 我想摆过来就摆过来 我想摆过去就摆过去啊 她说不行 你要摆过去 怎么又改考车轮饼了呢 那是真的因为前几番生意 做得不如人意 又或者今年累月负证 搬出了职业并 最后这个湖南妈妈心想 不如就定下来卖点 人人都买得起的小点心 抹茶要等一下哦 奶奶啊 那时候大概三岁 那时候我一开始 我就买了这个炉子啊 摆在家里慢慢地做 慢慢地研究 那个皮一变变的倒 同板家的下午茶点按道理 做起来应该不难 实际上 饼皮要脆口不烂 那些要风云凡腹有层次 这些不但要功夫 要时间也要足经验 偶尔回头去忘 阿团甚至自责地想 那是牺牲孩子幸福的童年 所交换来的 纸板真的是纸板哦 纸板就睡在后面 我们就在前面做事 他就在后面躺着 就这样躺大的 因为躺到三四岁的时候 我小孩就说看到纸板哦 纸箱哦 就说妈妈这是我的房间 他说 火妹大了新娘 来到这边好像觉得有点 有点心寒 有点心寒 但是我不愿意说 一路睡纸板睡到大 已经够让做妈妈的心疼了 他万万没想到 女儿竟然这么小 就罹患泪峰式性关节炎 说到小孩子都说 那个情景觉得好像难受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身体也不好 说他可能 那时候我也把他 放在地上睡久了 现在常常会关节痛 到底是怎么说的 到底是疫情打疫苗的关系 还是说我那时候 把他放在地上睡的关系 我不知道 你好 好吃的烙肉哦 从窝在墙角边的三岁孩子 到如今长成 滴滴玉立小少女 岁月经历而来的甜蛋 对一家三口来说 向来都是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红豆饼摊 积累出稳定生意 也好不容易老家的蜡肉 在市场小角落边 念想出绵延人气 因为我刚好经过 然后我觉得烟熏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烟熏的 所以就靠近来看一看 就味道很香 蜡肉觉得它的 它应该不错 对外观啊 它的色彩应该不觉得不错 用唇沿河时间 用心烟 踏实熏出的湖南蜡肉 生浓富裕 香气够缠人却不飘悍 志鸿亮泽看似薰色功力高干 却一丝一毫 都出自蜡月的暖日 但愿这个年人如蜡菜 也都能目在熏熏然的幸福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